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把这台车给借出来 要去三天两夜的露营 带着一家大小吗 对不对 我觉得空间实在是太棒了 因为像我现在露营 都还是要硬挤硬塞 有时候有一些东西 必须要放到 我小朋友的座椅这边 才有办法塞进去 如果开这个车去露营的话 真的是随便在 随便放 随便开 很轻松 很自在 没错 大家也好好的去试驾看看 那既然这一次全新主打 就是乘用车感受的 福特的2neo Connect 强调说我拥有 非常乘用车的一个舒适的 移动的一个行车的质感 那我们就帮大家抓出 像同样价格带的这种SUV 因为现在 以在这个价格带来说 消费者对于价格是敏感的 是会精打细算的呢 那我们郑杰你怎么样看呢 我们现在休旅车当道 SUV当道嘛 对不对 什么新产品推出来 只要价位相近 我们都拿来跟SUV相提并论 更何况今天我们 Tunel Connect 旅玩家这样的车子 它一样强调空间 强调家庭使用的机能性 这各方面跟SUV 充电性又更高了 所以拿来做比较合金合理嘛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过往我们如果拿这样的NPV 来跟SUV相提并论的时候呢 我们会说可能是 商车位会比较重一点 什么是商车位 其实简单的讲 听起来再抽象的话 落实讲就是为了实用性 而做出一些的妥协 这就是商车 像商车需要 虽然他们要大空间 但又为了要承载更重的重量 所以可能舒适性就没那么好 那可能为了成本 不要让车价太高 所以它可能内装质感 或外观设计的质感 就没有那么好 然后舒适配备也小一些 是 没错 但是在现在新的旅玩家上面 你可以看到 完全改变了我们一般人 对于以往这样子NPV的想法 对 你买得到SUV的配备 在这一台NPV上面 竟然都有 都有 而且刚刚我们都有看到 从头到尾在介绍 从外观到内装的设计 到所有的像座椅 乘坐的质感 仪标版 然后仪标 对 操作界面的质感 这些其实都跟现在的 乘用车市场是完全一致的 甚至是还超过了某些对手 你载人的话 它空间够大 它远比SUV还要更大 所以你就算坐满七个人 你每个人可以伸展的空间 或者是感觉到的开阔度 都是跟SUV不一样的 对 然后呢 你要拿来装东西 更不要讲的 大空间就是方便 真的NPV还是比SUV好用 肯定的 在这个部分来讲 而且三代同堂 其实自来车我就更适合 那又很重要 刚刚再次强调一致 它的行路舒适性 已经跟乘用车完全一致了 所有的人坐在车上 都很舒服的情况下 好像没有什么不考虑它的理由 是 这是我们帮大家分析说 在同样的价格带里面 你可能会考虑的车种会不同 也许你站在想说 我到底要买NPV好呢 还是买这种SUV好 那当然除了价格带之外 我们也帮大家抓出在市场上面 比如说如果在百万之内 或者是超过两百万的 又有哪一些 属于这类型的车款可以选择 确实就像刚才郑杰说 现在是休旅世代 选择多 但是NPV车型相对比较少 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在不同的价格局 都有一个代表车款 比如说一百万以内 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 甚至还有两百万以上的选择 那我们都知道 百万的价格带的话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旅玩家 其实他从去年发表到现在 其实一开始 有点像是横空出世的 一个新的英雄 在可能之前都没有听过 这台车 一下都拿到三层的市占率 对 然后这个市代又跟上个市代 明显比较起来有很大的要求 很大的差异 对啊 而且我像刚才讲的那个 很重点是整个质感很重要 对不对 就可以退去掉很多的商用位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 他正式发表上之后 在一百到一百五十万之内 他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甚至我大胆预估 很有可能会超过上个世代的 三层的市占率 肯定的 对 好 那说此之外 如果百万内呢 当然百万内 我们可以用这个旅玩家 做一个基准表现 那百万内最有名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就是Toyota的Sienta 其实他整个售价范围 大概就是在70万到90万 这个区间 相对比较便宜 那车身价 车身的尺码 也会比旅玩家相对小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 旅玩家的车身长度 大概是在4米8左右 那如果是Sienta 就会大幅缩短 大概到4米2 4米3之间 当然他应该也透过 这种拉长轴距的做法 车顶拉高 可能还是会有 5到7人座的空间配置 但是当你在真的 7人座的时候 你后面 几乎就没有任何的植物空间 所以像旅玩家 我在7人座 后面甚至还有超过 400公升的这样空间表现 在Sienta上 但是不可能表现到了 那Sienta的动力表现 目前有提供蛮多的选择 一个是1.5就会入门 还有1.8 那像我刚才说的 5人座 7人座 甚至还有低底盘 跟Closeover的版本 好 这个是百万内的选择 如果你今天你的预算比较高 可能有200万的购车预算的话 其实最近有刚推出一台 福斯的最顶规的 T7的Multi-Van 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都知道 T型车是一个 很重要的存在 也超过60年的严格 所以帮他打了一个 很好的基础之后 再加上因为因应他的车格 因为他的价格 所以他这次也提出了 像Live跟Style 不同版本 比如说豪华配备 还有一个长短 车身长度 都有一些差异的车型 那这些车型选择上 如果以最高规格来说 你看还有Level 2的安全规格 那车内 那比如说还有两个大萤幕 一个10.25寸的数位仪表 中央也是10寸 那再加上还有 甚至你还可以选择 全景天窗 Harman Kardon的音响 所以其实以我们之前 试驾过的经验来说 确实在200万的话 你用一个商旅车的角度来看 它确实在商位比较少 它在这个自用的风格又更好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选择下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售价 去选择自己适合的MPT车型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赚钱 出游都OK的 全新世代的福特的 TUNIO CONNECT 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福特下面还有一个 如果你要纯商使用的话 它有一个旅行家 TUNIO CUSTOM 这两个名字是不太一样的 那它的商用气息又更明显 然后同时呢 它的车格又更大 艾大听说最近有新消息是不是 应该不是说商用气息更明显 其实它整个车身的尺寸 差距是非常大 就像一开始我想到 如果你觉得说 你要这样一个车型呢 你选择TUNIO CONNECT 它当然是一个 车身尺码比较适中的 但如果你不介意车身尺码更大 或者说你就是需要 更大的车身尺码 更大的载运空间的话 那当然福特的TUNIO CUSTOM 就是一个很适合的选择 因为在这个集聚里面 多就像关于所说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商用使用需求 比较大的一个这个集聚 那你可能有现代的STERIA 然后福斯也有这个T6.1 这样子一个这个车型来去做使用 但是价格带的落差 其实就有一些些的这个差距点 再加上欧系的设计 确实上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这一次呢 它这个TUNIO CUSTOM 也出现了129.9万的车型 空比的车型 在这个价格带来说 其实是绝无仅有 那当然它你也可以选择 它有8人坐的车型 有9人坐的车型 所以它基本上呢 很适合什么 企业的一个公司用车 或是你有商务的接送需求 那或者是这个一般家庭觉得 需要这8人9人的一个这个乘坐空间的话 它也是非常的适合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说 它这一次呢 在IPC的车型上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福祉车啦 它也跟这个厂商去做了一个合作 就是如果你买了120几万的这个车型呢 你也可以再加20几万 把它变成什么 福祉车 那这样子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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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